中老铁路最新消息 中老铁路全长一千多公里 北起中国云南省会昆明 南至老铁首都外向 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与老铁边陆锁国为陆连国战略的对接项目 铁路建成通车后 昆明至西双本纳州景湖市仅需三个多小时 至老铁外向有望实现直达运输 当日通达中老铁路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连国战略对接项目 采用中国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建设 目前全长一千多公里的中老铁路 国内段建设进展顺利 路基桥梁已经全部完成 11座车绽房全面进入装修装饰阶段 铺轨工程已经接近完成 大家都知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道理 实际上受益于中老铁路的不只是老挝 我们云南省的南部地区也因这条铁路而受益 云南由于地理情况的特殊 铁路并不多 主要集中在北部 南部很少有铁路 尤其是以旅游著称的西双板纳地区 还有著名的普尔中老铁路的起点是玉溪市 从玉溪开始延伸到普尔市 西双板纳州首府景洪 向东南至我国一侧的摩罕进入老挝 云南省南部有了这条铁路 可以对接雨林至昆明 然后可以通全国 铁路进入老挝后 基本上由北向南进入老挝 首都外向 位于湄公河北岸 南岸是泰国城市朗开 未来还可与泰国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铁路连通 成为泛亚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与老挝建交六十周年的时候 老挝出任第十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国 作为首届系列主题国活动 6月11日东盟投资推荐会老挝专场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中老两国嘉宾代表 紧扣中老铁路建成后将带来的商机 解读老挝最新投资政策 促进中国企业与老挝在农林旅游等产业 及上下游产业链的投资与合作 随着老挝改革开放的深入 与信外资资源换资金战略的施行 老挝经济快速增长 随着疫情好转 2021年老挝GDP预计达到189亿美元 增速达到4.64% 目前中国是老挝第一大投资来源国 第二大贸易伙伴 今年12月进攻中老铁路 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 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 万象至中老编定的旅途时间 由现在的12小时 缩短至3个小时内 全线行车时间10个小时 远少于目前用的30个小时的公路 预计每年将有1400万人 使用这条铁路 包括400万老挝人 和来自周边国家的1000万游客 带动旅游业磅礴发展 预计至2030年 每年扬该铁路走廊 途经老挝的过境贸易货物量达到390万吨 这条铁路将令外象与昆明之间的运输价格下降40%到50% 老挝驻南陵总领事馆 总领事维拉萨宋鹏表示 这条铁路将成为连接我们两国的关键通道 有望改善贸易联系 实现老挝把陆索国变成陆联国的战略 随着RCEP的商销实施 中国与老挝在产业合作方面面临更大机遇 老挝矿产水电以及农业资源丰富 同时拥有低廉的商产要素及充足的年轻劳动人口 泛亚铁路为人员流动和货物流动打开了新的局面 其中泛亚铁路中线中老铁路年底率先通车 将带动沿线经济圈的发展 农业旅游业服务业将是直接受益的产业 2014年借助东博会的平台 广西金汇农业集团与老挝有关方面建立了合作关系 建立农业种植基地种植香蕉3万亩 如今农业种植基地发展越来越好 汇集1300多户老挝当地百姓 实体展加上云上东博会的办会方式是展会的发展趋势 在推动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方面效果明显 大家希望更好地将实体展与云上东博会紧密结合 让更多的老挝产品走进中国市场 东博会继续采用线上加线下的方式举行 这也是在疫情防控常态下的情况下 第二次采用这种方式 接下来 东博会秘书处将与老挝密切合作 举办老挝主题国新闻发布会 中老建交60周年即中老经贸合作论坛 老挝国家推介会等活动 泛亚铁路的打通将同时带动老挝的光纤信息通道发展 为传统产业向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市场潜力巨大 做好老挝市场就有机会更好的适应整个东盟市场 中老铁路年底通车将会给智慧旅游 智慧服务带来一波红利 可以将中国的数字技术与老挝的本土产业紧密结合 充分利用中国对老挝提供的政策和资金扶持 实施轻资产运营 其中服务中老铁路 沿线旅游的相关数字经济将得到较快发展 这个领域将是企业进入东盟市场的一个低风险投资机会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局势下 这条至关重要的中老铁路还起着中老经济走廊的重要作用 老挝的市场潜力巨大 这条铁路将为两国发展沟通起一条坚持的桥梁 随着未来两国人员往来将更加密切 老挝将迎来加速发展的新时代 作为经济发展与商态环境关系的和谐发展的重要纽带 中老铁路建设是巩固牧林友好与合作互利的钢铁纽带 传承和延续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幸福使者 未来中老铁路的建成通车 不仅会为老挝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质的飞跃 还会进一步推动中老两国民心相通 互联互通 为共同打造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 天砖家吧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说的还有道理 请加个订阅点个赞 谢谢大家